好像我記得最少是15個關口 然後他那個關口每一個上面都有做那個海關的人 等超久 喔對齁 原本要講然後結果踩拳他們突然回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要入關的時候 他那個櫃台好像是只開了大概3 4個而已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後面那個 紅龍拉出來的那個 拉出來的那個隊伍就很滿很滿很滿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排的 應該有快一個多小時 還是快兩個小時 我在排的過程當中我最讓我納悶的就是 他們為什麼不都不加開那個關口 然後去或者是去疏通 疏通那個後面的人潮 然後讓我們更快速的去過海關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我真的完全不懂 明明就是他們那邊的早上6點多 他們應該也沒有 因為他們的那個應該也是差不多要換班之類的 或者是才剛到職位上面準備要工作 那為什麼就要這樣子拖 沒有不是我剛剛前面有講啦 他們每個關口裡面都有坐人啊 都是坐那個看起來就是海灣人員的 然後他們一直到 我們三個已經快要到 到那個櫃台前面的時候 他才加開 而且他只加開兩個 他只加開加開兩個 而且還不是坐在那個櫃台上 他是直接坐那種類似 講台 那種類似零食的那種坐台 然後直接在那邊 直接用口說去問他 他也沒有用儀器 他就直接在那邊手動在那邊蓋章 然後簡單問一下他就走了 這件事情他們再過了 將近快兩個小時之後他們才坐 我完全沒辦法理解 真的我完全沒辦法理解 他們的執行力之差 但是有一個對照組是我上次去洛杉磯的機場的時候 洛杉磯的那個機場 他們那個海關人員就很阿沙利 就是他看到我們後面一堆人 然後結果 然後結果他們就剛好就直接開了中間那個 一樣是那種 一樣是那種類似站台的 那種小平台 那種小桌子 然後就直接 他要叫我們 直接把那個過海關那一張 印出來的那一張票 直接拿著 然後他就開始 這樣 他要拿著就開始這樣 一個一個全部蓋過去 他也不問了 超有效率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還是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他們就不多開一些關口 讓我們 讓一次一次可以更多人進去 就是進去做那個過海關的神奇 我就不懂了 你明明關口裡面有這麼多的 就是這麼多的那個靈貴可以用 然後就死不開 然後我們就我們就被卡 卡在那個地方 真的是很不小心 幹 可是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說 要轉機了你的心情 而且重點是 我們 我們 我到目前為止 我有買 我有買過機票 轉機時間 最短的 最最短的好像不到 不到兩個小時 好像一小時半而已 草